哈囉大家好我是十六 我是二玲 今天來錄聊天系列第3集 今天是我們在北海道的第... 不知道第幾天了 日子不知道過到哪了 第8還是第9天 之類的吧 之類的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們要來抽獎 就是上次我們在北海道買的小禮物 愛奴人 的鑰匙圈 對 那獎已經抽出來了 會有影片給大家看 對 就是待會就看畫面 然後我們先口頭公佈一下 對 公佈 先抽 先講那個Youtube好了 Youtube的部分 Youtube的話是一個叫做 O-K-A-F-U-K-U的觀眾 對的觀眾 恭喜你抽到北海道的小禮物 好 那顏色的話我就隨機選一個 然後記得要視訊給我們 你可以帶粉絲團私訊 也可以寄email給我 我建議用email比較好 因為粉絲團我們很常漏訊 好 然後 那個粉絲團的 粉絲團抽中的觀眾是 Sherry S-H-E-R-R-Y-K-E 對 恭喜你得獎了 記得也要視訊給我 email好了 email email 好 那今天要聊 我上一集回想 大部分都是大家等我們飛海盜的影片 我分享一 先小小分享一下這次 呃 自駕過程當中 發生的一些小事好了 呃 因為這幾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颱風影響 所以這幾天的天氣有點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時好時壞 就是這兩天天氣不錯 然後隔兩天天氣又開始不好了 又沒有晴天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颱風的關係 那 昨天 本來 因為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民宿是在美音 然後其實 就是我們前兩天就已經把美音的景點拆完了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要趕著就是天氣好的時候 趕快來這邊拍 猛拍 趕快拍 對 所以等於這兩天的行程是 比較廊 對比較廊的 但是我覺得也蠻好的就是 不用這麼累 因為其實前幾天蠻累的 因為我們才有時間趕快再拍聊天系列 跟大家聊一下我們現在的狀況 然後我才有時間趕快剪片 然後自駕的好處就是 路上有一些地方是你原本沒有拍 可是你會不小心挖掘到的一些 一些小秘境 或是你覺得哇 這邊風景其實也不錯耶 或是某一些路段 對 就是你覺得很好拿來拍照 或是你會想要停留一下 來看看風景這樣 嗯 對 然後我預告一下 應該是說 因為最近大家在看我們的FB跟IG 應該都有看到很多的照片 那回去呢 我會先出一集 就是關於iPhone11的 跟我們在北海道旅遊的相關的影片 然後還有一些我沒有發的照片 也會一併的放在影片裡面呢 讓大家看 然後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這幾天拍攝的心得 還有一些使用上面的感受 應該說20其實想要拍一個就是 就是用iPhone拍照的過程 因為像我幾乎都是拿他的手機來拍 然後我覺得拍得很順手 然後也照了很多素材回來 很不錯的照片 對 就是我覺得很方便 鏡頭在運用也很順手 好 這個之後影片就會講到了 好 我這次 我剛剛有想到就是想要跟你們聊的一些話題 嗯 我蠻想 其實我蠻想知道 就是大家 大家啊 旅遊啊 然後你從 睡覺起來 的當下 就隔天一早起來嘛 那你們的round down是什麼 不是都刷牙洗臉嗎 對刷牙洗臉完之後 你們在幹嘛 好我先講一下我的好了 我的話呢 一早起來 刷牙洗臉 的 還沒開始之前 我會先去燒水 因為我早上啊 無論早 就是冬天夏天 我都一定要喝溫水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嗯 然後我先分享我的 然後再分享他的 因為我們兩個不一樣 嗯 好 我就先燒水 因為燒水需要一段時間 然後燒完水 我就去刷牙洗臉 然後洗完臉 之後 開始 擦一些保濕啊 什麼擦完 擦完之後 好 就泡 豆漿 來喝 或是 開始吃早餐 然後吃早餐完之後呢 就我吃早餐 我一定要邊看電視 因為我覺得 早上是需要放放鬆放空的時候 有時候會聽音樂 然後有時候會看電視 然後看電視 就會覺得心情很愉悅 好 然後吃完早餐之後 再喝個水 或吃個中藥 然後我就要去上廁所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一定要上廁所 我一開始啊 還抓不到旅行的節奏的時候 好 弄一弄就出門了 對弄一弄就出門 就是很趕 什麼東西都是 快快我們今天幾點要幹嘛幹嘛的 然後就是 你也還沒給自己一個放鬆的時間 你就開始趕行程 然後一路也 水也喝不多 然後也吃不好 然後就開始便秘 我覺得超級容易這樣 旅行真的很會 因為你很 有時候水 太緊張 對太緊繃了 然後胃也會不舒服啊 對 然後你可能一出去 就馬上開始吃東西 然後吃也沒有選擇就是亂吃 對 看到想吃的就趕快吃 對 要嘛油 要嘛甜 要嘛就是 就是炸的啊 或是蔬菜 攝取的很少 沒錯 對 就是一開始不太會 找不到那個節奏的時候 然後 呃 因為以往都大概就是四五天嘛 短程的旅行 可能你就是稍微撐一下 然後可能就要馬上回台灣了 所以還好 可是你如果一旦就是長途 很久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說 這樣子旅行很累 就是 就是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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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旅行的節奏 對 之類的 對 我們統稱這個叫旅行的節奏 對 然後 以前也是會說 呃 呃 一開始就從早上喔 開始排 排說我早餐要去哪一間吃 然後 中午要去哪一間 晚上要哪一間 然後景點穿插什麼的 就超級緊的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很 很常有時候就是 把東西直接買回家 買回民宿 然後明天就是坐在桌子上 大家一起吃 或是 慢慢聊天啊 什麼的 行程會比較浪 對 對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 我們還有一部分工作是要 拍影片拍素材 所以會需要很多時間去做功課 然後也會需要去思考一下說 畫面要怎麼呈現 嗯 對 所以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停留在景點的部分 對 我覺得 放空 旅行當中需要有一點時間放空 真的很重要 對 大家不要想說 呃 我才來五天欸 我這樣子就是 可能 什麼什麼沒玩到 不是 不是說什麼時候 就是說欸 我可能這樣子 讓半個小時 讓一個小時會不會很浪費 或什麼的 我跟你講不會 因為 旅行 你要知道就是旅行這件事情 它是不可能 它是一個 破不完的關卡 就是呢 你不可能一次就把所有東西都玩完了 就這樣就不好玩啦 就是一次就打到大魔王 然後碰破關 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就是 喔 先打小怪 幾個小怪 欸等到我們更 更有 時間了 或更有能力了 再來挑戰大魔王 然後大魔王也不會只有一個啊 有超多個的 對 就我自己認定的旅行是這樣子 就是 呃 你只要讓自己身體舒服了 節奏對了 人對了 大家情緒都好了 你這趟旅行就會覺得非常的愉快 你會很舒服 就是旅行是要在一個舒服的節奏當中 進行 不然你會覺得很痛苦 就是身心緊繃然後拉肚子 然後就是整個很緊 然後就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這樣不好玩 對 會玩到爆炸 好那分享一下你的 你的節奏是什麼 我的節奏 喔 我節奏好多耶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設備帶很多 所以 我的那個循環真的很奇怪 因為我一睡醒第一件事情 對 我就先分享一下 我覺得大家應該 蠻想要知道 你一定要打斷我嗎 好啊那你先說 因為我一睡醒的第一件事情 痾 雖然是洗臉上廁所那些 我們都全部跳過 再來我一定是先 我還不會吃早餐 我一定會先把 我所有今天的設備都整理好 然後電量全部都檢查過 比如說 麥克風 我就帶了兩組的電量 然後相機 兩台相機的電量 全部都檢查好 有沒有充飽電 然後所有的行動電源 有沒有充飽電 還有空拍機的電池 有沒有充飽電 光這些設備檢查完 好然後再一個一個放好 然後最後 大包小包出門 這是睡醒 然後回來 中間拍攝我們就不講 回來的時候呢 也是這些東西 全部蹦蹦蹦拿出來 一個一個開始充電 然後記憶卡 一個一個開始備份 大概是 可能大家回到民宿休息的時候呢 都在休息 看電視啊 花手機 光是備份 真的備份超久的 我每天備份 一定要兩個小時以上 為什麼 比如說兩台相機 然後一台運動相機 然後空拍機 然後iPhone 對 我現在主要就這五樣要備份 那這一備份下去呢 可能一天 因為行車記錄器的檔案很大 我一天大概要備份了200G以上 之前沒有行車記錄器的時候 檔案還好 對 我這一次 為了要錄行車記錄器 我每天都破100多G以上 對 然後 然後我備份一顆硬碟就算了 我還要再備份另外一顆硬碟 我帶了兩顆兩TB的出門 像 像 昨天吧 昨天 我們有錄一段空拍的畫面 然後回來 我們都會想要看一下說 那今天拍的狀況怎麼樣 來檢查一下 然後我就說 我想看我想看 他說還在備份 然後我說 那還要多久 他說不知道還要很久 然後我就想好吧 那我先看一下電視好了 看看看看 然後我也洗完澡了 然後 準備要上船睡覺了 然後我說好了嗎 他說還沒 還沒 我說好那算了我先睡 他說那我要繼續備份 就是 我們兩個的節奏完全是 其實我們節奏是不一樣的 對不一樣的 就是他每天就是 到他要睡我還在備份 對 所以最後我都會丟著備份 然後去睡覺了 大部分都是我先睡比較多 對 對 你剛剛要說什麼 說 沒有 就是要說這個啊 結果你已經一路講完了 對啊 這就是我的節奏 而且有時候會想說 我們多機會的拍攝 可以帶給大家更不一樣的感受 還有一些 就是 視覺上 對 我們來分享一下就是 我發覺這次來北海道 玩 然後拍攝 跟我們去九州玩的時候 呃 有蠻大的差別 很大的差別 對 就是呢 呃 一開始我們去九州的時候 是惡靈說他要拍這個紀錄 然後我們就拍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完全什麼都不懂 就是我不知道是要怎麼樣拍 或是那我要幹嘛 就是我完全 或者要講什麼 對 我就是不知道 然後他一開始就跟我說 欸那 他就是指揮我嘛 就說 一一你現在幹嘛 然後等一下之後你在幹嘛 就是一路上會一直提醒我 他就是我的 呃 我的 就是 iPad 是嗎 對就是一路上就是會一直指點啊 或幹嘛幹嘛 然後 然後拍拍拍拍很多東西之後呢 然後我 我 雖然我 我在裡面是 主角 可是我同時我自己也是觀眾 因為每一次他拍完他就會 我就會先看嘛 然後他剪完也是我會先看 所以我其實自己我也是粉絲 就是 我就說欸你剪好了 我就會很期待 欸那你剪好了我想要看 對 對然後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拍完看完 我覺得我們就會分享心得 就會說 我覺得這邊應該可以怎麼樣 或幹嘛幹嘛 然後一直到現在 越來越多想法 對 他想法越來越多了 對 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他說他也想要拿攝影機 一次要拿兩台 嘴巴還有咬一台 不是 其實我不是拿攝影機 我是在控制他 就是說 喔好煩喔 就比如說他現在也是會馬上說 喔我這邊的敬位要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不對你應該要怎樣 對我覺得這邊不對 這邊應該是要怎麼樣 什麼什麼的 這樣會打架 對 然後 因為開始會有想法了 你就會有一些無止境的要求 跟 跟一些 就莫名其妙的一些 就是想法 然後導致呢 他也會爆炸 他就會說 啊不然你那麼多想法 不然你來拍啊 一定會啊 要不然自己拿攝影機 什麼之類的 對 那天不知道誰拿相機 對著我 然後因為我們要拍 拍一段我在介紹 iPhone11的畫面 他大概這樣拿著喔 拿了大概30秒 他手在抖 喔對 他跟我說好重喔 好了嗎 你好了嗎 真的手在抖 我看到他手在抖喔 因為相機真的很重 我快笑死了 沒有 不是因為我拿的方式也不對 就是我要其實要靠比較 呃 靠我自己身體多一點 但是我的手是這樣撐著 他變成很直的在拿 對 我手在用力 你現在不要拿一次 不要不要不要 他在旁邊 我可以練一下二頭 沒有我會想要就是 拿iPhone我會想要試試看 就是 呃 我覺得拍影片好玩的地方 真的蠻多的 就是 你用一個畫面 想要呈現給大家 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或是你想要表達什麼 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就是 會為了這個事情 會為了拍攝這件事情 而 而有一些 摩擦或是 想法意見不一樣 很正常的摩擦啦 對對對 但是 但是有時候會發現說 欸 你這個想法我沒想過欸 好像也蠻不錯的 對 然後 因為拍攝的方法不一樣 然後剪輯的方法也會不同 就是 可能我會說欸 那這樣這邊要這樣拍 他就會說 為什麼要這樣拍 你又不知道我要怎麼剪 這是重點啊 對 你又不知道我要怎麼剪 那你幹嘛在那邊一直指導我之類的 因為通常 其實 其實一開始不太會拍 就亂拍 那可能後製在剪的時候 自己也會有很多想法 會覺得說 我其實這樣拍 不夠好 或者會覺得 我可以怎樣拍 會比較好 來完成 我們在後製的時候 可以讓這個工作流程會更方便 對 對 所以 其實大家如果一路追上來 從九州開始追 追到沖繩 那再追到我們夏季沖繩的時候 真的這樣追上來的各位 可能會有感覺說 欸 怎麼好像開始有點不一樣的拍法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感覺到不一樣 但是我們自己的話 一定 嗯 就是 因為其實一支影片 我自己看喔 我都要看三遍以上 可能有時候還不只 不只 對 因為打字我們要聽一遍 打完字之後我們還要對 對那個時間走 我們要再聽一遍 然後 這些都好了 會出之後 我跟十六一起看影片 還要再看一遍 所以我看通常一支 我都會看三四次以上 對 對 就是以這個 就是整個流程工作來講的話 我覺得 嗯 像規劃行程啊 或是說 在鏡頭面前講話 這真的還算是輕鬆的 就是真正拍攝跟剪輯 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我其實很佩服 他一個人拍 然後一個人介紹 然後一個人剪 然後剪完這些 還有一個人聽這些 最厲害 最厲害的是 你還要打字幕 哇 那真的很累 對 非常累 對 好 就是因為我們在差不多 今天是十二號嗎 對啊 十二號 對 我們差不多在三四天之後 我們就要回台灣了 然後這兩天 後面的兩天 我們會在市區 會在 渣黃那邊 然後我們 在北海道這次 也是會開箱 像伴手禮 嗯 就是吃的 然後 你們如果有覺得還不錯吃的 你們有吃過 就是日本的伴手禮啊 或是零食 餅乾之類的 你可以推薦給我們 我們在這幾天 就會陸陸續續拍攝 然後之後回去剪影片給大家 可以喔 在這支影片底下留言 開放留言 就是跟我們說 我們會去買 然後買來開給大家看 對啊 如果留言有兩三百個 沒有啦 二三十個 超級的 你們就要買到 對 超級的 欸 Youtube留言可以附圖嗎 不行啦 它又不設定 好 那沒關係 你可以去粉絲團留言 不然就是 沒關係 其實你們 Youtube留言 我們去搜尋 對 也是可以 對啊 怕有些日文不太好打 好啦 那今天 聊天系列就到這裡囉 期待我們回去台灣 出片 對 我也超期待的 我自己也很期待 因為我整理了一堆素材 對 如果這支影片 讓你有更了解我們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分享加按讚 還有追蹤IG 開心的小鈴鐺 就這樣囉 掰掰